哈囉,是我艾莉 沒錯,我偷偷跑去整型啦 大整型 就在七個月前 我在一心為美動了 臉部柔化手術 裡面包含了下巴結骨 把下巴縮短 下小骨 打造V線 以及貴族法令紋手術 填充法令紋 還有全臉骨子 嗯... 所以以下是我14天的紀錄片 給有需要的你 參考參考 早餐 早餐 大家好,我是艾莉 我今天來到了一心為美診所了 要回診看看 到底應該怎麼做 看一些醫師 會給我一些什麼神奇的建議 你好 好緊張喔 我的天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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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次見到歇醫師之後 他並不建議我動鼻子 反而比較建議我做消腹 以及自體清空的部分 好 以上的討論結果 有點緊張 好 艾莉 那我再針對這次的手術設計 跟你說明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齁 你看側面的時候 你整個臉型其實很棒 可是 當我們試著把嘴巴閉起來的時候 欸 其實怎麼會突然變這樣子 好像整個下巴就後縮 下巴就很用力了 這個就是閉合問題 下巴的線條 其實除了骨頭的線條以外 另外一半是要考慮到有沒有閉合問題 當時候 你的下巴呢 變了一個 矽膠 是希望讓下巴看起來更V 可是這個V呢 是大V一點 就是骨頭 雖然變得更V 可是它卻變得更長了 更大了 更大了 結果你的皮膚還是原本比較小的皮膚 就變得閉不起來了 完全不夠一樣 對 下巴就得用力出力 才閉得起來 就會變成這種 扣分的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的治療計畫呢 是要把這樣的大V鏈 整個把骨頭變小 變成真正的小V鏈 它可以更搭配你比較小的皮膚 減少閉合問題 然後 這樣才能真正的甜美跟精緻 好 我們可以進去看嗎 好 真的很緊張 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 我才緊張啊 我會不會不行呢 第一次照顧看著我抽血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好 是 先幫我躺一下 我兩隻都看一下 還沒有 還沒有要抽 好 我一定好緊張 現在已經要脫了 現在要脫了 你要脫了 好 什麼意思 還沒有還沒有抽 我兩隻都看 好像要開始動否則 有點緊張 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 抽血一定要抽關節那個地方 因為這邊也有鞋管不是嗎 這邊應該抽啊 為什麼大家都會想抽這個鞋管的地方 比較前 這邊比較脫 那不用了 那打擾了 我現在是在發抖 我現在是在發抖 你看得出來嗎 天啊 我今天哪一隻最好抽 我在抽 我現在是在抽 你們旁邊有想跟我多講一些話嗎 對啊 我想說你如果想講話 對 拜託多跟我講話 轉移注意力 對啊 你可能要多轉移我的注意力 拜託跟我聊Youtube的事情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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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就是 我問中文博士這樣 你這一part也太客套了吧 OK OK 好 不用 好我幫你接一下 好啦 這邊 揍手 我們這樣 開就是 點 開洋服的那種 謝謝 穩的 穩的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禮拜六件 禮拜六件 超嫌 色色發抖 謝謝 謝謝各位 你們聊 大家好 我是艾琳 我已經大概 十二個小時沒有進水 進食了 所以我現在身有點沙啞 有X Day is coming 就是這一天要在一新唯美 進行下消骨手術 外加肢體脂肪移植 外加貴族手術 外加下巴鞋骨 以及下巴甲體移除手術 今天要執行五個手術 五個小時 因為昨天太緊張了 一直睡不好 然後翻來覆去 然後然而今天呢 在我昏迷的過程中 托福王會陪伴大家 他也是我現在唯一的親人 會陪我來動手術 好啦 等一下 過去還有很多的準備工作 我距離上次動手術也已經五年了 自從在動了冰心手術之後 我就不曾動過任何的手術了 所以這次特緊張 不過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對 很感謝一新唯美 在禮拜天還特別成員加班 為我開了一台手術 好緊張 我身邊就是這麼多好人 那你說為什麼呢 上天好眷顧我 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做手術的話 十分推薦一新唯美 用心體驗 又到了一新唯美 好啦 各位現在已經換完手術服了 等待 最後跟醫生討論 以及大家全員到齊 謝謝醫師 好啊 那我們就準備進手術房 準備進手術房了嗎 多麼緊張 等一下 不要擔心進手術房還會有 那給我麻醉科醫師跟你討論手術安全的 今天就開始變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大時光 對 今天是大麵包超人 明後天是超大麵包超人 訂了時間給他恢復起來 今天變成超級小臉美女 好 謝謝 非常期待 謝謝醫師 好 OK 那就先這樣囉 沒問題 剛剛醫生在幫我畫的時候 他露出了專注的小眼神 我就知道 他眼中看到的跟我不一樣 他已經可以預料到 做完會長得怎麼樣子了 他眼中你看 就是那種工程師蓋房子 你看一塊土地 你就知道他蓋起來會長怎樣子了 我第一次看到謝醫師 這麼專注 然後這麼展現專業度 讓我有點嚇到 各位 這是今天的設計藍圖 在我臉上 我今天是今天這塊土地 我們將在上面蓋一種 冰海別樹 敬請期待 黑呀黑呀 大蘿蔔 黑呀黑呀 大蘿蔔 現在是手術拳 倒數十分鐘 比變形手術還緊張 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做的啦 然後已經累積了差不多 七年到八年的想做的感覺 你知道嗎 有點很複雜的心情 對 白婷 我們再補個小時後見 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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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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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阿咖大家好我是愛妮 今天是手術號第五天了 終於可以講話了 因為動手術之後 進水超級困難 用吸管滴起來喝 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你吸一點起來這樣 基本上前面三天我都是這樣子喝水 因為你嘴巴整個太腫了 然後我根本就張不開 整個喉嚨乾到一個不行 完全沒辦法發出聲音 康復的狀況是蠻快的啦 雖然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可怕 但是至少感受度比較好 只要能吃東西 只要能喝水 就能好好活下去了 終於有睡著了 感謝上帝 所以精神狀況會稍微 比較好一點點 現在除了頭有點癢以外 everything be ok 因為終於睡得著覺了 不然前幾天 因為掛著那兩袋 然後又包著繃帶 一直有鼻涕在裡面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清洗你的喉嚨 那你呼吸 一整個無盛暢 要吸也不是 要吐也不是 現在基本上要什麼再腫 腫一點點啦 這裡還蠻腫的 但是嘴唇最腫 腫得跟髒魚一樣 髒魚來囉 其實我覺得我嘴唇腫起來之後 有種泰國感 從拔掉倒血管那一天開始 我就已經越過那個陀峰了 其實真正最痛苦的時候 也只有前三天而已嘛 現在講幹話講得很爽 叫人講幹話 真的不簡單 現在都吃一些什麼 布拉皮粥 然後韻腺 還好我當初在手術前 知道要 屁官修練 賣了很多布丁 豆花 推薦給大家 豆花豆花真的超好吃的 好啦 今天不要說太多話 這就是我第五天的心得 越過陀峰 走過高峰 哈囉阿嘎 我是愛妮 今天是手術的第六天 我昨天去洗頭了 油夠爽 然後呢 今天嘴巴還是一樣 腫腫的跟 腫的跟髒魚一樣 至少整體來講 有變更好了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 睡得還不是很好 比前幾天好了 但今天的話呢 因為 我睡覺的話呢 很不習慣 正睡 所以 黑眼圈還是有點重 其實這以前要待在家裡 然後瘋狂的剪片封廠的工作 應該可以讓進度超前 彌補之前落後的進度 我覺得第六天我終於發現一個原因 飲料你不要用吸的 用吸的真的是 太難受了 用倒的 用倒的話呢 比較好喝 因為你的 嘴巴不用出力在那邊吸 而且我終於知道 我為什麼會一直咳嗽了 因為我吃太多冰淇淋了 因為我術後已經吃了三次冰淇淋了 這兩天沒吃冰淇淋之後 咳嗽的狀況也好一點 持續改善 再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如果吃完飯的話 你會有很多殘渣卡在這裡 這個縫隙裡面 這兩邊 堆積滿滿的食物 滷肉飯 香腸 焊法 堆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每次吃完飯都需要去廁所把他塑料 不然你傷口就會 阿鹽 不會 很不妙 你看我今天搞了一個什麼 來來來 鱸魚湯 猛不猛 搭配雞油和飯 那麼我要來開吃囉各位 好不留情瘋狂開吃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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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麥妮 今天又回到了 醫心唯美診所 要跟你們講件事情 超短期的事情 像外面不是下雨嗎? 我一出狡卷暈袋 然後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就有一位好心的先生 過來幫我撐傘 這你要去哪裡? 我送你過去 這... 這是台北會發生的事情嗎? 後來台北第一次感受到人情能暖 今天是數號第八天 回來拆掉我臉上的繃帶 還有我肚子上的抽紙傷口 以及我臉上一兩個脖子的小傷口 今天也是第一次 這種劍在我的下巴本 那一直以來都是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完全看不到 然後呢你應該發現了吧 哈哈 今天我化了一點妝 我今天化了眼妝 底妝的話就先PASS 因為到時候那個粉 弄到傷口裡面就 感染得不藏私 還有一點我超喜歡的 你們看到這個 臥場嗎? Oh my God 我只是用了一點點打亮 但是這個是現在醫生幫我加強的 就是因為他當初在消腹的時候 要補紙嘛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臥蠶啊 在不笑的時候 有一點沒有臥蠶 幫你補一點臥蠶 會更好看更甜美 我就是沒有笑的狀態喔 超可愛的 我超喜歡的 Oh my God 輪活是好看的就足夠了 氣色是有點髒 因為已經一個禮拜沒有洗臉了 所以 單帶一點好嗎 然後這個呢 看起來法令文很神是因為 因為這裡當初有一個 手術的畫線 我還沒洗掉 好真的迫不及再見到我的下巴好了 光是我現在從這樣子側面看 看這個順滑的曲線 我覺得我已經很滿意了 各種滿意 Oh my God 術後還沒消腫 禮拜就開始滿意了 是怎麼樣 我已經拆掉了 對啊拆掉一個了 這麼快 對啊 臉上的針非常非常的小啊 這一點肚子會很大囉 也不會 你看兩針在這 哦就這樣 對啊 好 你也有 臉上的線 終於拆掉了 阿咬 我是愛妮 今天終於就把膠帶拿下來了 好舒服喔 不然這裡一直很癢 抓不到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殘膠 但是 這些稍微洗臉就可以洗掉 剛剛吃完飯之後好多了 先膠帶拿掉之後 吃飯 看 終於 我嘴巴張開了幅度 終於上升 從10 上升到15 至少在禁食 不用這樣子硬塞這樣 我連吞個藥都用手指這樣把它戳進去 我終於解放了 超級解放 現在是第八天 還是很腫啦 第八天其實嘴唇的部分 臉的話其實消腫蠻多的了 但是下巴還是蠻腫的 我摸起來就像那個泡芙一樣 可能可能的 好好摸喔 老實說 現在線條我已經各種很滿意了 這邊還腫腫的 就是很圓 整個下巴這臉還超圓的 它消腫之後會比較更服貼 更精緻一點 哈囉麥卡 我是艾琳 今天是束後12天 我有化了眼妝 不過底妝還是先PASS 可以看到這邊還是有一些些微的魚群 還有這一條 這一條血塊也還沒消掉 基本上消腫已經消得差不多了 你看我的嘴唇 嘴唇之後變好啦 跟前幾天比起來 雖然 講話還是有一點大舌頭 外交無法控制 愛氣 不少生活可以治理 你看看啦 手術後這個線條 柔順的 不要不要的 這一線下巴還是有點腫 像泡芙一樣的手感 所以大概還要再個兩三個禮拜 它才會完全消掉 然後符合跟骨頭貼在一起吧 所以整個下二線要緊實的話 還要再一個月吧 哈囉 現在看到的就是 七個月後的手術成果 嗯 整體而言我還是相當滿意啦 應該算是我2022年 做過人生最棒的決定 當然 跟我前男友分手是第一的話 那這個就是第二 整體而言 還有我很擔心的副作用也沒有發生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我原本很擔心說 因為下巴結果需要用鋼釘固定 我很怕在我過海關的時候 會被檢測一次一次檢測出來 他會一直嗶嗶叫 會弄得我很...尷尬 再來很多人擔心的飲食 以及運動方面 我的健身一樣是一週兩次照常進行 飲食方面 目前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限制 或是困難 一切造就 認真要跟我講說副作用的話呢 目前我還想不到有什麼特別 令我難受的副作用 可能你出去群毆打架的時候 不要讓別人打到你的下巴 大概就是這樣吧 哈哈哈哈 總而言之 在這裡也非常謝謝謝醫師 百忙之中還幫我安排了這台刀 然後四次五次的三番跟我討論 幫我做到最完美的結果 所以大家如果也有需要 臉部融化手術 以及鼻子五官的調整的話呢 歡迎諮詢 一心為美的謝醫師 細心體貼